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头上的那一把火了 路人罪恶夺其计算 这样看起来有没有 四面八方密不透风 把我们包得严严实实 根本就没有一处可以投机取巧 所以我们不去维持新地的光明正大 你要怎么去趋吉弟兄 只靠着外面偶尔做一些善行 与人为善 我就想要改变命运吗 谈何容易 所以三台北斗神经 其实三台北斗是四尊神 现在坊间也有拜这些的 到过年的时候很多都有了 那我们在座年轻人可能根本搞不清楚 这是哪四位 那么不清楚哪四位 知道他们掌管什么东西 那心里面也有一个服务 上台管生死 也就是命运 中台管服务 社会地位 权势 下台管入位 财富金钱 这三个都跟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他要管也不是凭空管 他总结一句 就是前面的善恶就形成了后面的这个结果 你前面给赵君给善恶童子记录都是好事 你将来长大这些东西就水到渠成了 在财渝经有记载一个男的 那个男的时候当时在那个国家里面 还没有所谓的法官的这么一个职位 于是要仲裁老百姓的生活上的争执 或者借贷的关系 国王就要什么 要设一个位置叫做平氏 官名叫平氏 那他怎么去选这个平氏呢 也没有什么国家大考 国王就会在坊间里面去打听 哪一家的小孩子 从小的时候就乐与人为善 品德特别好的 然后长大的过程里面依附如是的 也就是跟小时候一样的良善的人 那其中有一个人就被国王选拔做平氏了 所以小时候行为跟长大有没有关系 有啊 所以我们的昨天影响我们的未来 小时候叫昨天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长大了 我们所有的好好坏坏 跟小时候是有攸关的 那小时候成为历史啊 成为定局了 怎么办 忏悔啊 忏悔就是我发觉我错了 就把阿赖爷的那一段的阴影 给他磨灭掉了 他记录我们的所有的好好坏坏 然后夺其计算 记是十二年为什么 十二年为一记 那个一算是一百天 那是小恶小过 那如果大恶大过 十二年就把你剥掉 一次就把你剥十二年 所以我们读到了凡四讯里面 了凡四讯 原了凡先生本来是活到五十岁 后来因为行了太多的善行 他没有修为 没有修行 只是不断的行善行 上天给他加了三计 三计就是什么 三十六 还有一个窦燕山 那个有没有 焦五子凝聚羊 他也是 也是上天加什么 加三计 因为行善 所以可见 只有做善事这件事情 是完全不吃亏的 那作恶呢 眼前占便宜 后面引诱可大着了 所以北斗新军是什么 北斗新军的权责很大 三台是管人 北斗连神都管在里面 他负责解恶消灾的任务 这个在道家的研究里面 会比较清楚 神这个区块就不用烦 问题他管得住我们 那南斗就是负责 赐受 严受赐福的一个任务 过去读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侨夫到深山里面去打财 结果看到两个老人在那边下棋 这个财富就打了财 对不对 然后想说今天运气很好 很快就打完财了 就还有闲暇时间 看到两个老人这样先锋道骨 在那边下棋 他就蹲在旁边看了一盘棋 看了一下老人也没理他 看了一眼就没理他 继续下 下完一盘棋有没有 老人说你还不回去 结果这个侨夫要转身起来 一看柴火已经不见了 那个斧头的斧柄已经烂掉了 原来那盘棋六七年 下山以后有没有 家人以为他入山打财被老虎吃掉了 他不过在山里面就碰到了南斗北斗在下棋 看了一盘棋啊 所以各位钱如果去深山看到人家下棋有没有 不要蹲在旁边看 你离开那边说不定就再来人间有没有 已经又经过几百年 你不要以为这是笑话 在明初的时候有一位出家众 叫什么名字我忘掉了 他是有真实记载 当时的时候民国不是有很多的军阀在乱吗 他在深山里面在修炼 他是闭关的 结果那一闭关有没有 那一个闭关就是七八年 他下山的时候人事全非 他不知道耶 他我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怎么 一出来就人间过了七八年 那是禅定功夫 你在禅定里面 他没有时间的一个隔阂 你心思极端的专注的时候 你会不觉得岁月如 不会觉得时间的一个消失 那就是要练禅定了 那禅定不是坐在那边练出来的 禅定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把负面的情绪去化了多少 所显现于外的一个定功啊 所以禅定不是坐在那边练的 你练三宝心法也是一样啊 为什么要你加第一宝 为什么要有第三宝 那些都叫前置功夫啊 第三宝是叫我们严守戒律啊 我为人不做亏心事 我在收心的时候才不会豁然一惊嘛 然后我因为戒律严谨 所以我对外面的东西贪求的少嘛 我在收心的时候速度特快嘛 这是第三宝存在的原因 第一宝是让你进入一个检讨 一个检点 把自己的一天整理过以后 你一开始收心 所以说真正的禅定 达到一个空的境界 它不是你坐在那个地方 或者你练三宝心法练出来 它的前置功夫是 我透过意理 先把我的负面的情绪给去化掉 负面的情绪因何而来 因我而来嘛 我好处得不到我生气嘛 对不对 我比别人多做了吃亏了我生气嘛 你解吗 所以那个我不去掉 你根本没有禅定可言的 小禅小定做个五分钟 开方班我就跟他们讲 我等你练练看 做个三十分钟四十分钟 腰动一动肩动一动 你的心飞掉了 因为心不动 身就不动 你们回去练练看就知道 心不动 身就不动 那明明我坐那边五分钟 我就麻 我就腰酸啊 那我为什么会 心不动 身不动 因为你真心在硬做的时候 各位前 它没有时间的一个控制啊 我们人心它会有时间 我已经经过几分钟了 对不对 真心没有 所以一专注的时候 那个时间就过了 可是我们在学的过程 它要由浅入身 就是由短时间变为长时间 所以那个要修炼的 那个越炼就越好 为什么那就是你回光返照的功夫越高啊 所以道教 夜报因缘其实是道教 那所谓的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句话怎么来 道教里面讲 七星之气 何谓七星 北斗七星浪 结为一气 在人头上 离顶三寸 其实是什么意思 在我们的周遭生活里面 无时 无刻 无处 都有很多人在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的好好坏坏 这些关注 固然是为了 讲善 惩恶 但是多半 是希望 透过我们理解 无形界里面有这么多 见察的神明 然后我们能够 胜信念于尹为 实目所示 实手所指 安敢为恶乎 我们有更多的警惕心 所以一个人如果心善行善 头上就有光了 我也跟前前门提过 过去在我们社区开班的时候 在后学妹妹家 还有徐姨家 我们开讲员班 那我们邻居里面 后学一个朋友 有一次来找后学 那后学刚好那天在上课 请他下午再来找后学 下课他就跟后学聊 他就告诉后学 我看你们那一群人里面 有人头上怎么有 那个白白的光 他就跟后学讲 我说你看哪一群 我说我看了刚刚那几个 我就知道 后来你看一看 我是看不到我头上 你帮我看我头上 你没有白白的光 我说日光灯打亮一点 就看到了 他有那个特殊的体质 所以各位前闲 他没有必要骗我 他也是个不信佛的人 他没有修行的观念 不应该说不信佛了 那这些年能够跟我谈 也应该会接受一些 他就看得到 神明见察人的好坏 决定要不要伸出援手帮他 并不是遇到你这个人 哎呀你这个车子快要翻车了 我赶快调阅一下 用寿命通看看你过去做了多少好事 等他看完了 车子也倒下去了 人也死掉了 那不是太慢了吗 气 你扇行的多 外面的光不一样 一目几枝嘛 一目了然啊 所以心善心善头上有光 最好的是金色 我朋友看到的是白色 白色灰蒙蒙的 有的人会比较什么 比较成型 再来是黄色 还好他没有告诉我 他看到黑色跟灰色 那就麻烦了 如果头上有黑的光出来 表示两种情况 第一个 来日无多 恶贯满盈 被断了啦 另外一个就是 你当时非常的懊恼 所以你出来的气 称分之气 它是黑色 所以各位勤贤 道家讲的光 佛门也谈啊 不是佛讲 他平常就有没有 一丈之光吗 还有什么 还有时时刻各 二六时钟都现出来的光 那道家称光称为气 现在人叫什么 叫做磁场 什么透过什么紫外现 什么现 我不是很懂啦 照一照就知道 这个人磁场好与坏 他是表示我们 沉于中行于外 里面有多少 外面就表现多少 所以欺不了神 你也欺不了人 所以如果了解 天地的运作如此奥妙 自自然然在日常生活里面 就会涉受自己的身口意 不敢胡作非为 有三师神在人生中 每到更生日 则上亿天朝 炎人罪过 这是道家的一个说法 太上感应篇是道家 奉为教主的老子灵坛 所留下的一篇的经典 所以里面的东西都是用道家的角度 在阐述的 那这个三师神 真的有上天设了这么一个职位 有这么一尊神明 好事不做 在后面没塞到人去做坏事吗 其实不是 那为什么每到六十天 奇怪得很 没关系给后学 别人讲课会口干舌燥 后学讲课 常常嘴巴里充满了东西 然后就 咽到呛到 可能平常常诵经 那个常诵经啊 嘴巴里就会有那种 甜的那种唾液 它不是苦的 苦的就是身体有问题了 但是也不要太甜 是糖尿病吗 对不对 它会有一种 很酥爽的那种感觉 滋润我们的喉咙 可以让你在长时间的时候 不用喝水去解渴 我太多了 所以有的时候 一不留神就 串到那个气管 我们知道气管跟食道 它是一个半夜片 是不是 遮住 你吃饭 它就遮住气管 你讲话 它就遮住食道 上天造人的身体 真的很维系啊 我不晓得这个构造 我也没有记错 如果记错的时候 下课再给后学指证 那有的时候可能控制 弹性疲乏了 就两个地方都流窜 更生日是六十天 有一个更生日 这个跟天干地之有关系了 其实这一天的时候 据说是天神 罚恶降罪之日 其实我告诉各位 时间只是一个比拟之词 一定要六十天才降罪吗 一定要六十天才什么 才讲善吗 违必啊 它只是给我们比喻而已啊 所以我们在日常时间的时候 就要小心翼翼 护持自己的身口意啊 因为时时刻刻 我们现在造的恶 会将过去生 所行的过 它提供一个因缘际会 这个因缘际会 会牵动果报的现前 各位请要去注意哦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因缘 一定要极为小心 呵护自己的身口意 不要给自己找考题啊 因为考题来了 未必有几个能够 平心静气的去应对 因为现在的业缘 加上过去生的罪过错 有多重我们不清楚 它一旦现前 那个考题有的相当的 严肃跟严重的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小心自己的身口意 不提供这个业缘 那过去生的果报 就透过我们的修行 每一个年底 不是有做一个 平均非配的工作吗 它去什么 它去做一个 所谓的回肠的一个动作 我们平平安安的修道 然后业力也什么 慢慢在减轻 这不是两下相安无事吗 何必自己要防那个什么 那个过去生的恶果用 恶因引到现在来 呈现一个恶果 那至于三师神 他不是老天给我们的 严格来讲 他就是我们的习性跟秉性啊 你过去生所种的 这一生带下来的 过去常听老人家讲 中顶山林各有天性 那个天性不是人之初 性本善的善良本性 那个天性是我们累劫 欠修所积下来的罪过错 他在这一生我们再来人间 做人或者做动物的时候 那个习性跟秉性 都会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我们的一个行为 会行诸于外 所以他不是在人的身上显现 难道在触道就没有吗 跑到触道去 那个习性就秉性 就是我们转哪一道畜生的 那个种子 那个原动力 譬如我们做人冷漠 或者阴毒 阴毒就是那个心地不好 人前一个样 人后一个行 这个叫阴毒 五行里面 惊啊 负面的情绪就是阴 所以我们以曹操为代表 曹操表面上 跟人家甜言蜜语 面带微笑 一转身有没有 360度的一个反转 那很可怕 我们所讲的大尖啊 所以要小心我们的个性里面 有没有带来这样的一个种子 那像这样的一个尖险的人 他就容易做什么 抓 蛇 蛇 很毒 而且一定是毒蛇 他不会做无毒的水蛇这些的 所以我们的习性跟秉性不去化 你将来改头换帽 做人 做动物 他都彰显出他不一样的一个 一个形体 所以这个道家的三师神 他其实就是我们的习性秉性 然后我们在小的时候 有一点点那种模糊的影子出现 你看那个小孩子 刚出生 他吃东西 有的小孩子 他饿了 他哭两声 提醒长辈父母知道了 然后给他灌下去吃饱了就没事了 对不对 可是有的小孩子 他要吃以前他哭 他吃饱了他还闹 难道有的小孩子哭两声不够 他要哭到那个喉咙 好像不要被撕断了一样 你就知道这个孩子 与生俱来倔脾气 我两个孩子 一个就是 女儿就是这一心 他哭得惊天动地 左邻右舍 没有人不知道 哇他姑息做妈妈了 我生了一个女儿 摆在我娘家 儿子摆在我娘家养 那个眷村没有什么好的隔音 养了好几个月 没有人知道家里有个小孩子 因为他要饿的时候 他张开眼睛 哇哇两声 他就不哭了 吃饱了他就睡 他就是这样好养 老大不好养 所以我很感激我婆婆 因为我婆婆在 最难养的那段时间 帮我抚养这个女儿 到两岁多我才带回来 那这个孩子现在 也蛮懂得知恩报恩的 我婆婆养他 养两个月瘦五公斤 所以谁如果要减肥 有没有 去养孩子 可是各位前嫌 你超过六十岁 就不要贸贸然行动 因为那个体力负担不了 你过度劳累有没有 他的伤害就会很大 这个我们要自己量力而为 所以这个三师神 不是老天安排下来 是我们自己的 是我们自己累事 积下来 那我们来看 这三师神的负责的工作 是什么 所以后学就是 依着这个内容来断定了 他就是我们的习性跟笔性 上中下三师 代表我们的头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胸 还有我们的下腹 上中下 我们一个身体的三个部位 上师叫做亲姑 道家的称姑 他住在人的头里面 让人家尽多一些不好的烦恼 那各位前嫌 你的头脑里面 有没有一个亲姑啊 我们的欲望一多 各位前你就知道了 这个亲啊 代表人 东方属青色代表人 人是有一个侧隐之心 慈让之心 对不对 如果我们有很多的邪思妄念 这些邪思妄念 百分之百都是基于个人利益 而什么 而去萌生的 我们太多的思维 考量到自己的好处 你还会管到别人的贫 跟寒跟鸡吗 即便有 也是分量 为乎其为 那中师叫白姑 住在我们的小肠 十二指肠里面吗 它是代表什么 代表人 好吃 所以其实你们看 这是不是五盖里面的 财色名十岁的那个石 所以如果里面 有一个白姑的时候 对不对 你就好吃 然后贵人多旺 就做很多的恶行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习性 对不对 习性如果重的时候 就没有规矩 就没有戒律了 下师叫做雪姑 住在人的脚底 那这个雪姑有没有 我们道场有大雪姑 小雪姑 小雪姑先走 大雪姑后走 两位雪姑都是道成天上 那这个雪就不太好听 那个雪是白雪的雪 让人家好色 好杀 所以这个叫做 前面的多思欲 就会带来我们的秉性 脾气 后面的好吃 好色 好杀 就是我们的习性 所以综合这三师神 其实就是我们的习性 跟秉性 而学到的过程里面 我们没有迈入到圣域之前 我们很难把习性禁除 习性的主掌的关键在第七世 秉性的主掌关键在第七世 习性落在第六一世 所以习性的根在身上 所以阿罗汉修到一个六根 对应花花世界 他没有财色明十岁的 欲望贪求的时候 他就断了三界六道的轮回 各位前嫌 我早上一来 我们张大哥带了那个地瓜 刚好上礼拜才从茂园开班回来 茂园的姑姑教后学 做怎么好吃的炸薯片 我就跟大家讲 扫完地不准给我回家 为什么 因为要把那个地瓜来炸薯片 炸的成功你们走了没关系 我可以大块朵頤 如果炸不成功你们走了 那不累死我啊 那么难吃的东西 当然要找人家一起什么 来分享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多自私的人啊 对不对 我如果炸的好吃 你们都走 我都不会怪你们 我炸的不好吃怎么办 所以我先生一再交代 他认识的道歧 请你们不要教中角吃做东西 为什么往事不堪回首 再这样下去就不堪同居之虐待了 结果道青已经不会主动教我 但是我有好学的心 我看到人家做我就想学 你们知道我礼拜五煮那个地瓜汤 觉得天气很冷 然后又买了一些的有机的竹浆 觉得这么冷的天气 煮一锅的竹浆跟地瓜熬在一起 有没有 那不是很让人吃下去温暖吗 我礼拜五就要入班啊 所以我那天就突然起了一个贤妻的心 我就开始把张大哥给后学的地瓜 开始整理了 我这一组各位前写 您知道我切了多少地瓜进去吗 我稍微秤了一下最少四斤 一个电锅满满的连水都装不下 所以要冻到我红烧汤的锅子 然后因为地瓜太多 姜就要放很多 然后临走之前留一个line给我先生 锅里面有姜汤地瓜 他还不知道有多么的恐怖 结果不出我所料 我这两天天天吃那一锅地瓜 所以我以后不煮地瓜汤了 我要煮做炸地瓜 失败为成功之母 人不应该因为一两次的失败 就放弃学习的动力 但是旁边总要有一些人 就勇于去承担失败的结果 我一个人是很辛苦的 所以三师就是我们的习性比性 你看道家的修养 道家讲展三师 你就别人帮你展吗 你去不要里面找那个道士 你帮我展三师 人家做一个法 你的习性比性都不见了吗 如果这么样的好调理自己 负面的东西 我们根本不用修了嘛 早就在第一尊佛来人间度化众生的 大家都已经飘飘在天堂了 留到三期末节年 各位前嫌 眼界的有的人回得去 还是有人要淘汰下来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自信自度啊 你无法仰赖别人的 所以我们了解的展三师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习性 在我们身体上显现以外 就是我们的秉性 透过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行为 让别人得知了 结果就让别人 把我们这个人给看扁了 别人看的是外面的这个色身肉体 这人就买 这人不好 对不 爱吃 苦了吃 平坦做 当别人在评判这个身体的时候 你了解带给自己父母 多么多的一个耻辱吗 在我们没有立身行到 阳明后世 已显父母行大校之前 你最起码不能够让人家 因为我们的行为认定 我们的父母都不好 这样这个色身肉体 它是一个工具 工具极有巧 好坏之分 像这个杯子 脏水可以解渴 对不对 装汤可以补身 那如果装了 披霜在里面呢 它就是毒死人的什么 一个媒介嘛 是不是 所以身体没有好坏 那人呢不能回天 不要怪我身体做错了 是我们自己本身 自信不能做主 所以他不能做主 他就不能掌控 这个四肢百害 所以就有人心在里面拨弄 就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还有不好的什么 不好的一个脾气 这么多的习惯跟脾气 各位浅浅 统称为欲望 我们在后面都会解释到 这些都叫做欲望 不要认为 哎呀我这个人 我也不好吃 我也不好睡 我欲望就没有 你脾气不好 也是欲望大 你喜欢人家 你喜欢人家夸你 你不喜欢别人指点我们 我们喜欢人前显要 我们不喜欢默默付出 这个都叫做欲望 好民的欲望 财色民实税 属于民的那个区块 这个欲望比好吃懒惰 更可怕 所以当我们欲望越多 我们得不到满足 失望就越多 所以最后求不得的 那个怒气就勃然而生了 所以人的身体会不健康 它来自于过去生 种下了这个种子 它来自这一生 没有化掉自己的秉性 那个脾气把那个种子灌溉 又让它在我们身上 落地生根 所以佛陀在经典讲 人如果不该死的时候死掉了 不该病的时候生病了 其中有四个关键的地方 这四个都跟脾气有关系 称心 贪心 执着 这不都是脾气吗 或者忧郁 到场忧郁的人 比较少 也有个性比较内向的 像我们这种人 不是像我这种人 你们都是好的 你们都健康 你们都光明 像我这种人 各位前线 我是不会忧郁症的 我也让我旁边的人得忧郁症 理解吗 你加害于人嘛 我本身有躁郁症 旁边人就有忧郁症 躁郁症的脾气不好 高抗 那你旁边人面对这样的人就害怕了 所以我们一直讲 学道可以让我们延年益寿 学道会让我们改变命运 就是透过在学道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断的修养我们的信心声 所以我们只有改息性 是调理这个什么 这个身体 我们化柄性 是调理我们的心理 心理跟生理 齐头并进了 就代表自信 他已经完完全全脱胎换骨 他可以什么 他可以在这个色身肉体里面 发号施令了 所以修心 调身 这两步功夫 就可以让这个自信 不蒙成了 所以这三步功夫 其实是齐头并进的 但是琢磨在后面两步 那如果要自信 尽快的复明呢 思维 正思维 正念 这就是鼓励各位前贤 要多听道理 要多反思 道理不是 马尔东风 听了就忘了 有空的时候 去思维一下 这个就是净化你阿赖爷 让阿赖爷的仓库里面 肮脏的东西 越来越模糊 然后被肮脏的东西 覆盖的那些善法的种子 我们的妙智慧 越来越清楚 那这个就不是改 这个就不是化 这是不断的透过 无日三省无身 能够让我们 扫尘除够的一个机会 所以在现实生活里面 就我们的五概 财色名识税的东西来讲 如果一个人能够 常常有知足常乐 知止不但 我能够行为有所依止 我就不会把自己 推到危险的境界 有这两方面正确的观念 我们的身体会健康 我们的心也会健康 那虽然偶尔还会有 因缘忌讳 业力要现前的时候 那那个业也会在最短的时间 它就会去化掉 只要我们去 面对这个考验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态度 去面对 我举个例子 我们一位道亲 他前一阵子过于辛苦忙碌 结果招致了免疫系统的一个失调 在一瞬间之内 人就变得几乎像植物人一样 除了有思维的外面所有的讯息 包括自己思维的能力都没有消失掉 但是四肢百害完全没有办法 听从他的指配 连讲话的声音 都已经完全几几乎要进入到消失微弱 一个健康的人 一夕之间变成这样的 不是植物人 形同植物人 换成是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很惶恐 然后去进医院检查 检查不出所以然 透过各种的一个 所谓的先进的医学器材 都检查不出来 大概足足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我听他跟后学在谈 然后道亲介绍去另外一个大医院 两个都是大医院 结果那个医院曾经发生过 这种案例有两次 所以医生有经验了 就安慰他不要惶恐 会慢慢复原 他一路走过来 在面对这么大的打击的时候 他没有怨恨之心 他是一路在道场上 是很真诚的在付出的 他的修养之好 后学是相当肯定的 夫妻两个人都是绝对有修养 那个学习的态度是谦卑的 那个付出的热忱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 所以我们在他后学在他即将要好的时候 才知道了这个讯息 就问了 他复原的很快 医生也讲 奇怪 从来没有一个案例像他这个样子 尽管只有两个案例 也经过很长的时间 他却就是在这个医生的调理之下 有没有 一个月的不能动弹 到现在有没有 就康复了 所以各位亲切 你不要去忽视天的一个力量 那天的力量要怎么来 天佑善人 所以真正学到的人 还是会遇到一些劫难的 但是在遇到这些劫难的时候 真修行人我们称之为考 考就是再道不再劫 透过应对的过程 让我们逢凶化吉 让我们九品连台再高升一步的 那如果我们即便在修行的路 我们不如理不如法呢 那各位前嫌 那就是自己招考 这是我一开始就讲的嘛 你把 你把过去生的业力找过来了 那找过来的时候 如果应对的过程 一个不得当 那还不叫做考 那就是再结不再道了 一念之间 就有天渊之别 赫学这二十多年来 在道场上行走 北部南部各地道场 我见过太多类似的例子 所以我们遇到道清有疾病的时候 你不要那么快的断言 这些梁是怎样 很难讲 说不定雨后就是晴空万里 上天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你过去生的因 这一生过度疲劳把阴带出来 也不是无中生有 前嫌们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这一生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危难 都不是老天给你的 是我们自己过去生泪结 有意无意种下来 那这一生 透过一个外在的一个条件的配合 它会爆发出来 应对的过程如果正确了 你就再道不再结 它是九品连台的提升 硬度的态度错误了 你就再结不再道 验出了你学道 不是真修行 于成于中 没有正确的理念 那你的结自己造得过 就是自己要承担 所以前嫌们一定要去小心这一点 现在十节因缘 几乎都已经进入到 最后面要做筛选的一个机会了 所以希望每一个人 交出美好的成绩单 我是希望凡我走过的佛堂 凡我认识的道庆 将来在兜塞铺天 我们都能够再次相逢 不论你内怨外怨 我们最起码相见成是有缘嘛 对不对 我外怨你内怨我也乐见 我要怪自己修行不好 不应该有嫉妒心 那你外怨我内怨 我也不必骄傲 为什么 那就是代表我们还有自己的一个责任 然后将来不论内怨外怨 都要下来人间的 所以修道的人 他累结会相遇的 所以多看人家的好 多记得人家的好 菩提道上才永远不寂寞 你看释迦牟尼佛 随行中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在很多的经典都会出现他们 那是累结跟释迦牟尼佛中的缘 最后有没有一起成道路 这多美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菩提道上不要形单已知 不要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那跟你一起走的人有没有 就是累生的有缘人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三师神 我们的习性秉性对不对 然后月悔之日 赵神亦然 悔不明月亮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一现天了对不对 那个叫做一个月的月底称为悔 赵君他会把这一个家庭里面 大大小小好好坏坏的事情 上报到玉皇大帝 这个是报到玉皇大帝那边去 那我们修道人的功过 在院长大人那边的 那现在的答案就来了 问题来了 年轻人多半不煮饭 对不对 甚至现在有很多的套房 连厨房都没有 哎呀那我就少了一群人在那边 早早晚晚监督着我吗 很对不起 只要这个地方 有一个户籍进来 他就有赵君 那赵君的法力强弱 他是有别的 为什么 代理神明 就像我提过观音菩萨 有人讲 哎这一尊观音庙很灵 那一尊就不太灵 那庙不是也有大小之别 注意到没有 他是因为不是每一尊观音庙 都是观音菩萨的本灵在内 不是 他有代理神 代理神怎么来 譬如我在人间 我没有任何宗门的修养 我没有修观音法门 如果修观音法门 毫无疑问的 将来就是葡萄山 归到什么 归到观音净土去嘛 那没话讲 譬如我在人间 我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但是我们宗教信仰 但是我们困到有杰父 将来 接到一定的火候 他也会回到观音祭祖去 就训练为代理神明 那能够做得富得圆满 也就是众善奉行 诸欧莫作了 你看早期的做富 做富得的 做富人家的 那个对于先生 极尽的 呵护真能是啊 我在我母亲 在我婆婆身上 看得太清楚啊 那种生活 简直不是老婆过的日子 那所有的权柄 由先生在发落 然后有没有 所有的杂事 老婆在负责 然后先生可以大声讲话 老婆要站着听话 这在我们21世纪的现在 电门眼睛灯得很大 对不对 你学会了 我们晋升有福了 对不对 你现在没学会晋升 就飘飘在天堂 如果你把它完全学下来 那就不得了了 那是我们能想象的吗 后学的父亲70多岁 身体不方便没工作 母亲在烙煎饼卖 一斤35块 所以很好 那很苦啊 那都是手工啊 一买人三斤五斤的买的时候 给铜板给钞票 妈妈是把 爸爸躺在屋子里 在睡觉 行动不方便 妈妈是把钱 放在她的枕头下面 只要有人买 妈妈就把钱找完了 就把那个钱 放在爸爸枕头下面 我每一次都觉得很奇怪 找一个袋子丢进去 就没事了 家里面的小孩子 又没有不良习惯 结果我母亲跟我讲一句话 就让我知道 什么叫做夫妻之道 他说你爸爸一生 对钱有执着 爱好了 他不讲执着 有爱好 老了又不能赚钱了 那有没有 我把那个钱放到下面 他就知道钱进来 他会高兴的 我们会想到吗 我会要求先生 你把钱给我交出来 对不对 每个月给你零用钱 给你三千块 花不完有没有 下个月还剩七百 就给你两千三 你花了我什么 花了我两千三 我还嫌你太浪费 真分不要笑我 我们真分对我们赵坤 是很慈悲的 是我们赵坤甘为真分姐 做牛做马 这是过去的音乐 这个没得说 我真的没得说 但是总结一句话 你对人家好 好到什么样的程度 来生人家就对你好 对不对 那五轮关系不是最亲近的吗 理解吗 所以夫妻的好好坏坏 两代之间的好好坏坏 朋友之间的好好坏坏 各位钱钱 你思维出来没有 那个道理在哪里 关键点在哪里 好坏的影响的源头在哪里 自己 你解释 你解释了吗 现在为什么讲人气 常择妖心 因为妇人不守妇道 不太愿意按照那种 古老的风俗去做 钱到也对于什么 对于妇人家没有那种 对于妻子没有那种意了 所以离婚率那么高 所以钱坤两个 都不太愿意尽自己本分的时候 天地就颠倒 钱为天坤为地 天地就反常 天地一反常 谁倒霉 住在这个地球上面倒霉 那后卫前天后卫说 那我没造那么多恶啊 你没造那么多恶 所以围绕在你的生活空间里面 它是祥和的 我们造了那么多的恶 所以对面的邻居 他处在快乐的气氛里面 我们这边是处在什么 痛苦的这个环境里面 所以世界是业力造成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 所有的小世界形成一个大世界 各位理解了吗 整个大世界带来的氛围越来越好 就表示小世界里面的主宰者 他恶做得多 善做得少 别人我们管不了 我们管自己 所以这些生别人对我们不好 夫妻也好 手足也好 尤其是夫妻 尤其是儿女 前前面要放下 老一辈的要懂得放下 为什么 你欠他的这一次一笔勾销了 你不欠他的他讨报过分了 那各位前线 跑不掉的来生你走修行的人 你脱波也好 你在家修也好 不是都需要一些的钱财供养吗 那这些钱财就远远不绝来了 你以为供养释迦牟尼佛的人 其来无字吗 他有他的原因的 那各位前线我要提醒你 你不要听我这样讲 哎呀别人请我吃东西 过去世我对你最好的 应该 你们听到了千万不要把我听一半 懂不懂 别人对我们的不好 视为理所当然 别人对我们的好 要视为恩同在照 别人在给我们广结善缘 你一定要有一个正思维 你千万不要有没有 这样教教师说的 你能煮饭给我吃到你欠我的 欠我那么多对不 那你就没药可救了 所以你家里有没有厨房 不影响赵金 在那边登记有案 只要有户籍他就进去了 所以我们以前都以为 一年12月23 24才要逢营拍马 租一个汤圆 保野锥有没有 让他不要开锥说话 吃甜甜说话 人家现在你清楚了 一个月报一次 我再告诉你 他不是一个月报一次 他每一天都在加加减减 对不对 那这个家庭里面 做恶的多 恶行多 那这个赵君回天禀报 他是坐在最后面 我看过那个那种书写的 坐在最后面 轮到他报告的时候 颜面无光啊 就很像我们的家里面 如果恶分子多 人家问你们家庭安装 那就别说了 现在我们就做这些事情 说有人家来说 如果说公主拖 没有又幸福 走又好 巴不得人家天天问我 为什么 希望能够给人家分享自己的快乐 就是难以出口 所以就不想人家问 那如果真的恶很多 玉皇大帝就讲 派你去都是多余的 撤 一种时间 赵君不在了 就是恶贯满营了 恶贯满营的时候 神明一撤 妖魔鬼怪就进去了 为什么 就像我们的空污嘛 你有那个户籍在 人家敢进来吗 不敢 进来是非法什么 欺辱嘛 对不对 你没有户籍呢 谁都可以进来 那个妖魔鬼怪就来 我过去认识一个朋友 是道青 他就遇到这样遭遇 他打掉就要找后学 后学觉得很难救 为什么 终关夫妻两个有没有 枉费啊 都亲口 修了二十多年 都不知道修到哪里去 真的很感慨 所以搬家有没有 越搬越糟 那个 严重到后面 他自己都看得到 洗澡就会有人飘在那里 打开门也会看到 为什么 就是人的运势 已经走到最低了 所以各位前行 要去注意啊 无形的是存在的 不好的不来干扰我们 是因为我们有善的磁场 当好的不断的在干扰我们 是代表我们自己行为不断 那放下独刀利利成佛 就有机会了 所以这边讲 一个月结算 报告这家人的善恶 那有的说一年 那不管他一个月或者一年 总是告诉我们 我们所做的好好坏坏 早晚要什么 要呈现在台面上 那上天就开始 斟酌我们的公语过了 如果善做的多 好运连连 如果恶做的多 那就什么 急寒交迫就一直迫近了 凡人有过 三师神也好 赵君也好 大大小小人犯的错 大则夺计 小则夺算 我们都爱钱 但是当我们 即将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我要你选 一个给你一千万 一个让你活下去 前线边选哪一个 有没有人选一千万的 不应该有这么 一爱人间的人出现吧 我活着我一千万才有用 我就要死去我一千万 一亿也没有用啊 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的恶基多的时候 老天的惩罚 第一个多记多算 这就是夺命 一记叫做十二年的时间 这个不得了 这就是做到有没有 损人名节 坏人名声 或者恶人伤到人家的筋骨 这个就会夺记 那夺算 一百天叫做什么 叫做一算 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活一百年也不够三万六千 五百天而已 一百天一百天扣 我们有多少命可以扣掉 所以有的时候人短命 并不是我们生来就中了腰兽的命 不是 是我们后天的行为 把这个命给消耗掉了 包括我们的财富 我们过于有没有 比我们做生意不老实 我们做人去炸财 现在不是有很多诈骗集团吗 那个炸财 你炸人家的财 如果损及到人家的命 有人活不下去 他处理了自己的生命 那就不断欠财 还有欠命了 那就算是没有伤到命 你把人家的钱财 用不正当的手段拨走了 现世报有没有 就是你怎么来就怎么去 所以横财通常都不会停留很久 前两天有看到一则新闻 好像去抢劫人家的吧 抢劫卢州银行那边的人 你看他的钱财 抢了多少 然后马上就抓到 也不够二十多个小时抓到 他有一些钱不见 他是因为赌博去欠了债 那赌的话就一定花天酒地 我觉得人的思维很奇怪 我大概是今天礼拜四 我在礼拜一看一个日本节目 是真人真事访问 一个女的在除夕夜 去年的节目 除夕夜 他打电话给那个收购 旧家具的人 说家里有一台电视要卖 大概卖到电视能值多少钱 他问对方卖多少钱 要收多少钱 他说像这样的尺寸 用这样的年 大概就收三千到四千日币 三千到四千日币 算换成台币才多少钱 各位钱钱 七八百块而已啊 是不是 你两千七来算嘛 四千块也不过才一千块 一千出头而已 结果那个收购 一路上都有镜头在照 收购到那个女的家的时候 那个女的是个年轻的人 大概三十来岁出头 那个脸看不见 要给人家遮羞 透过声音知道三十多岁 他讲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 其实家徒四壁 就一台电视了 他说好三天没有吃饭 没力气 明天要过年 没有办法过下去 口袋里只有五十块日币了 那那个人可怜他 那我就给你四千块好了 最高价给他收买 结果给他钱 也会说你现在可以去买便当 他讲一句话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也让我觉悟到 人的思维业力重的时候 很可怕 他第一个去买烟 然后第二个去买饮料 为什么 他说因为 他好几天也没有抽烟了 所以都去捡人家的烟屁股来抽 现在有了这么一点钱 他要去买烟 第一个买烟 我听到这样的对话的时候 看他到往那个便衣商店去买 我就一个想到 我的脑袋瓜里面一定要放正知见 这种邪之见是把自己弄死了都不知道 所以人的饥寒交迫 贫困难挡 不是老天给的 天有好生之德 是老天给你机会 你都不肯什么 都不肯把握机会 那为什么 没有正知见是邪之见的 那你买一包烟多少钱 买一包烟一千多块就不见了 日币啊 那那个肚子呢 在买一罐饮料 所以我觉得人真的 我就思维我周遭的那些的亲戚朋友啊 我就觉得人真的是 不改造自己的思想 是改变不了自己的行为 而要改造思想 就是一定要进圣贤的义礼 圣贤的义礼不进来 我们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 去运作我们的思维啊 所以奇过大小有数百事 欲求长生者先须必至 这叫我们诸恶莫作 人在日常生活里面犯的错 太多了 所以如果想要自己 长命百岁 一定先要什么 先要避开这些错 勿以恶小而为之 积小过会变成大过的 那如果我们已经犯了过呢 不是在课堂上一再提起来吗 我们用忏悔 省思以后要去忏悔 忏悔就是对于自己犯的错 我坦然面对 勇于承认 发愤改过 不去遮掩 不要去遮掩自己的不好 各教圣人叫我们 不要自罚 不要自视 不要夸耀自己的好 不要自以为自己什么 是好的 是对的 反而应该要对于自己的错 要有一个发怒忏悔 发怒忏悔 就是从心里面 我承认我错了 包括我们现在养的孩子 如果养不好 孩子承认了 那我们都还要单一条 是不是我在教养的过程里面 没有灌输他正确的理念 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 我输于哪一些正面的因素进去 所以养成孩子这个个性 这个都是我们一路上来 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都要去省思的 当我们省思过 发现自己在所有的错误里面 我们不需要去负担那个因果的时候 我们就问心无愧 我们就放下了 所以人到老的时候 你有更多沉淀自己情绪的一个机会 你要在不断的道理的引导之下 把我们的思维尽可能的往前去推 如果不断的把思维往前推 也可以免离我们得老人痴呆症 这也是一个医疗方法 一个人如果有痴呆 就等于渐渐跟自己的亲朋好友 说再见了 因为你忘掉他们 不是他们不记得我们 所以有所谓的三师 有赵君 还有其他林林总总 日有神 夜有神 早早晚晚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 鉴查之后的结果 就是夺我们的命 所以我修道人 在佛门当中 求富贵得富贵 求长寿得长寿 求智慧得智慧 为什么有求必应 也不是上天偏爱我们 是因为你在这些善行方面 做得多了 福禄寿自然源源不绝的就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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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